你要再复杂点加密 能加好几层 一层一层加 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又有应用 前一阵我记得百度上就出了一个事 是现实当中的真事 就一个男孩子向女孩子求爱 你跟我好吧 做我女朋友吧 这女孩说你懂密码吗 说我知道一点 那好 你不要跟我约会吗 我给你发一组密码 你要把我这密码破解了 我就跟你约会 就给他发了一组摩森密码 发过去之后 这男孩子就挠头了 怎么破也不对 也不是那个意思 于是在百度上发帖子 让大家都帮他研究 这则名为求救 我已经快想爆了的帖子里 楼主贴出了这串爱情摩斯密码 对心仪的女生表白 而女孩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让她大伤脑筋 百思不得其解 帖子很快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数十人开始参与解码 众多网友围观 当晚二十点零二分 注册名字为片翼天使的网友 在第二百零七楼解开了谜底 在这短短的十六个小时内 片翼天使分别用摩斯密码对照表 手机键盘 电脑键盘 倒序排列等方法 对对船摩斯密码进行破译 谜底终于揭晓了 I love you too 随后的跟帖里 网友们在对片翼天使的聪明机制 大为膜拜的同时 也为此费尽周折的爱情猜谜传奇 感动不已 纷纷送上温暖的祝福 也有网友不以为然 觉得女孩高深莫测 如此相处 真费劲 这则已有一千余页 三万多个回复的帖子 至今依然热度不减 也许在1912年摩斯发明密码之时 都没有预料到 他的发明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竟然以这样的形式出现 原来只需要用一些脑细胞 一句被世人说了无数遍的 我爱你 也能被演绎得如此 鬼附神功 你看最后这底有意思吧 最后底是英文 叫I love you too 就我也爱你 你把这个破解开来 人家女孩再答应给你约会 当然我们说 这就是一个智力游戏了 挺好玩 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实当中 也不乏摩斯电码的实际应用 你看有一所学校 北京的叫北京游电大学 号称什么呢 信息领域的黄埔军校 因为这个学校 在研究通讯技术方面是顶尖的 后来有学生就发现 北京游电大学的西门 那个地上 有几块黑颜色的地砖 这个地砖周围 有一组符号 点的画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说那再接着看到 盲人走那儿 还有那点画呢 没有人想到 这居然是摩斯电码 后来有人发现 说这个摩斯电码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2000年学校 重新装修了之后 这些地砖就存在 这些密码的存在 这什么意思呢 一把对应的英文字母 一对应下来按摩斯电码 发现居然按拼音一拼 是这个北京游电大学的校训 叫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你说这玩的酷不酷 这就说明什么呢 北京游电大学 作为信息通讯 这个行业里头的黄埔军校 你看我们这个 通过这种方式 展现自己的校训 特别有学校的特色 而且这个学校呢 咱们要低调做事 咱踏踏实实做人 用这种方式 把校训隐藏一下了 也和这个学校的追求 有直接关系 你要这么看 大家理解了吧 就这个摩斯电码的这种应用 范围是相当广的 当然今天给大家讲了很多 有关摩斯电码的事 其实我倒觉得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不妨好好考虑考虑 因为咱们今后这社会 你看这个什么银行卡 这个那个都要密码 咱们可以考虑考虑 没事你严格就密码 既作为一种智力开发 也作为一种现实应用 今后数字化的时代 数据的时代 恐怕密码应用的范围 会越来越广泛 你多掌握了一门密码 对于你的生活来说 能增添很多脑筋 急爪弯的乐趣 同时在现实当中也会有用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希望大家没事 琢磨琢磨这个 给我们的生活 多增添一些情趣